美国总统大选迫在眉睫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争取入主白宫 是否如愿很快就会揭晓 在最后拉票的冲刺阶段 总统拜登向民主党人催票时就表示 必须在政治上封杀特朗普 否则美国的民主岌岌可危 结果这一番话引起敌对阵营炮轰 这就是政治迫害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走访 新潭布什尔州竞选办公室 为副手贺锦丽助选 没想到81岁的他再一次语出惊人引发争议 拜登表示特朗普想终止美国宪法对人民的保护 如果他打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国家民主将岌岌可危 继而向民主党人催票要把特朗普关起来 此言一出马上招来向党猛烈炮轰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抨击说 拜登这番言论等同于承认了自己与贺锦丽 一直在对特朗普政治迫害 反抢两人才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话说回来 贺锦丽在竞选活动中一直小心处理 把他关起来的这类口号 呼吁将特朗普案件交给司法部处理 他将寻求在总统选举中击退特朗普 但拜登的失言难免让副手陷入尴尬境地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